大家好,欢迎来到巴黎妹夜画廊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场展览 这场展览是我们和法国艺术家 Sex Dubuik先生联合举办的一场展览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 也是一位艺术品修复师 同时我们也会展出不少来自大洋洲的艺术品 包括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开利多尼亚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的橱窗有一些较小的藏品 这些黑色的,我们称之为石灰产 它的作用是跟当地人吃槟榔的习俗有关 当地人吃槟榔为了有更好的口感 他就会在槟榔里加入石灰 这个石灰产就是用来将石灰放到槟榔里面去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雕刻了非常细致的一些图案 一个人形 那个是他们的祖先的形象 这边这个石灰产呢 祖先还戴了一个帽子,非常可爱 然后这些圆圆的这个碗 上面也是刻画了非常精美的花纹 它呢是用椰子壳制作的 这一件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丘润家 他们称之为Turing God 那么这一件其实是一个迷你的丘润家 它的作用跟大的不一样 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介绍 这根迷你的丘润家呢 我们看到上面打了一个孔 人们在上面系根绳子 然后将它在空中挥动 它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 当地人认为呢是祖先的声音 在这边呢 大家就能看到一根真正的丘润家 它呢在当地人心中 是非常神圣的一件灵物 它上面的这个波浪形的这个花纹呢 其实是象征着彩虹蛇 彩虹蛇有点像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面的龙 大家非常尊敬的一种动物 传说中当这个彩虹蛇在天地间游走 就创造了丘陵山谷和河流 那么这个丘润家呢 它也起着另一个作用 它像书一样承载着一些神话故事 当部落里面的较为年长的人 他向年轻人去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 他就会取出这样一件丘润家 然后他的手指上沾一些颜料 他就顺着这个彩虹蛇的这个纹路 去画 他每画就会遇到一个圆圈 他遇到一个圆圈 就讲一个神话故事 当然了 就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一位当地原住民 他可能一生中只会看到 这件丘润家两到三次 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件器物 那么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件头枕 就是睡觉的时候 用来枕头的 它呢 上面刻画的一些这种螺旋的图案 当地人呢 就是想要表达的是 就是他们岛屿上丛林之间的一些空地 或者呢 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当地的一种动物 一种有代类动物 就是像袋鼠一样 它叫做班代雕 它呢 它的尾巴就是这样有点弧形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到在两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刻画了一些这种 三角形 尖尖的这种形状 它呢 其实是这种班代雕的爪子 旁边的这件呢 是来自密克罗尼西亚的 一件非常漂亮的藏品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将椰子肉 从椰子壳上刮下来 它是怎么使用的呢 就是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前面这里 他绑一个贝壳 用贝壳 煎锋利的边缘 去刮那个椰子肉 椰子肉就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非常漂亮的 这种 就是跟椰子肉接触过 有椰油 产生了一种非常漂亮的光泽 特别漂亮这件 那么再往前走呢 这边呢就是 我们的 Serk Stubuck先生的一些作品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三幅画呢 都是受到了 大洋洲一种非常厉害 神奇的发明的启发 能看到这个 有点像网格状的一个图案 它其实是航海图 是马沙尔群岛的 岛民们发明的一种 航行的一种方法 就是用木条 绑成这样的一个网 上面呢 寄一些小贝壳 木条就象征着 海中的洋流和风向 贝壳呢就是海中的岛屿 有了这样的一件 长海图呢 它们就可以在海上 不至于迷路 快速地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旁边的这件呢 是来自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一个钩子 上面呢也是 刻画了祖先的形象 这个钩子呢 它是做什么作用呢 在这个部位呢 我们就会挂一个植物的编织袋 编织袋里面 我们放着食物 或者重要的东西 这样就不会被小动物 小虫子去啃掉 吃掉 或者说受潮之类的 你可以看到 它中间也刻画了一些花纹 看起来有点像鳄鱼的皮 就是非常漂亮的刻画 最后呢 最后的这件也是 巴布亚新几内亚 阿斯马特人的一件头枕 但这件头枕 比刚才那件 还要更有意思的是 它刻画了 一端刻画了一个 可爱的祖先形象 非常传神 然后呢中间这些也是 像那个班戴雕的尾巴 做的这种螺旋的形状 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头枕嘛 它是一般是这样水平放置的 在后面我们能看到 一个犀鸟的头 可见他们是非常喜欢犀鸟的 两边呢这两个 是犀鸟的翅膀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巴黎 参观我们的画廊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 我们会定时更新 给您提供最新的资讯 感谢观看